大家好,我是老谭,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江湾项目实战嗨购网行商城 上一时刻呢,我们已经完成了在电子商务里边非常核心的一个功能 就是用户呢,能够下订单了 那么下了订单之后呢,我们就要求用户能够从网上来进行支付 好,我们先来看 如果用户现在已经登陆了 他就可以呢,选择一些商品来进行购买 比如说我这个地方呢,想买一款手机 我就点立即购买 当然也可以呢,加入购物车 将多件商品呢,同时进行提交 那我现在呢,直接购买 购买之后呢,这些相关的信息呢 我们进行了选择之后 我们现在比较关心的就是这支付方式 这个支付方式呢,在一般的网站里边呢 可以分为两大类 我们呢,可以看一下 一种呢,是线下支付 那么我的案例里边呢,并没有管这一块 所谓线下支付呢 它呢,一般称之为货到付款 这种方式相对来说呢,对客户比较有利 那么另外一种方式呢,是线上支付 这个线上支付呢,是通过系统来进行支付 当然现在还有一种方式呢,是通过银行转账 不过这种方式呢,用户呢,不太愿意接受 对于普通的用户来说呢,他可能更喜欢线下支付 但是呢,这个对于商家来说,可能有一定的风险 所以呢,在线上支付这个里边呢 有一种通过第三方提供的接口来进行支付 这样呢,对于用户和商家都可以接受 好,这个呢,我们等会再来说 那么现在我们比较一下 如果我使用线上支付的话呢 它有两种手段 一种手段,就是通过银行提供的接口 来进行网上的直接支付 那么对于一些大的电商网站来说呢 线下支付,线上支付都是支持的 那如果我们现在来比较一下线上支付的这两种方式呢 我们可以这么去理解 如果我们通过银行提供的接口 那可能呢,会有很多的银行 我都要呢,跟他打交道 要得到他们提供的一些接口 当然这个接口呢 不要狭隘的理解为加码里边的interface 可能会是一个UIL 或者是提供的一个web surface的服务 那么这样的工作量比较大 但是呢,相对来说会感全 因为你是直接呢,跟银行打交道 那么对于线上支付的第二种方式呢 通过第三方提供的接口 那么这个第三方的支付呢 在当前国内比较流行的有支付宝 另外呢,还有像腾讯的财富通 当然不止这两个 那么通过第三方提供的接口来进行支付的话呢 它有一个好处 我只需要跟类似于支付宝打交道 那么我呢,就不管各大银行的接口 有第三方的开发人员去跟各大银行打交道 它会呢,对外提供一个统一的支付接口 所以呢,在我们后边介绍流程的时候呢 会以支付宝作为例子 这是说关于支付的几种方式 大家呢,可以从自己的使用经验里边呢 去总结一下 那么假如说在我的项目里边呢 支持两种方式 一种的是预存款支付 所谓预存款支付呢 就是先通过支付宝在网上进行转账 然后呢,转到我指定的支付宝账号 然后呢,我就会在系统里边呢 给你寄一个数据 表示你的预存款有多少 这个列呢,我并没有在数据控制实现 大家可以呢,增加这个列 然后呢,就有一个预存款支付了 一旦我使用了预存款支付呢 那么后边,当我点击订单想支付的时候 我就直接呢,从我的账户里边减去 这个金额就可以了 它就无需呢,再通过支付宝进行支付 但是如果我们觉得这样不是很放心的话呢 我们并不愿意将钱呢 直接预先的存到这个网站上面 我们可能会在下订单之后呢 直接通过支付宝来进行支付 那么如果通过支付宝支付呢 我们就相当于是跟第三方的支付机构打交道 那么还有一种支付方式呢 叫获得付款 那如果我们支持获得付款的话 这边点击了提交订单之后 就没有支付按钮 它会等待商家进行发货 发货完成之后呢 等待用户的收到货之后来进行付款 那么然后呢,可以点击确定收货 或者呢,你没有点击确定收货呢 在规定好的时间 系统就会默认将你改成已经确认收货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交易才完成了 好,这种方式呢,涉及到线下的支付呢 我们就不予考虑 如果我们选择支付方式为支付宝 那么呢,我这里给大家检验的介绍一下流程 一旦进行了订单的提交 这里呢,就有一个成功提交订单的确认页面 那么在这些数据的显示上面呢 我们就应该能够获取到一些数据 我们来看一下,这些数据应该怎么过来 要能够将这个数据呢,带过来 我们呢,并不需要做太多工作 因为当我们提交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数据其实已经呢 由使用户子呢,保存了 大家可以看,这里提交了之后呢 我们这个order是可以呢,带到页面的 所以我只需要将order里边的属性取出来就可以了 好,那我们直接呢 使用order里边的属性呢 来获取这些信息就可以了 我们使用呢,order.id 这里呢,我并没有设计一个新的列 来保存订单编号 Total money 支付方式 还有一个呢,配送方式 好,当然我们现在呢 不能够再次刷新 如果再次刷新呢,它会将订单再支付一次 这种重复数据提交呢 我们也应该注意 那现在呢,我们再来提交一次订单 好,这两个呢 我们任意选一个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数据呢 这就是刚才我前一个页面呢 选择的一些相关的参数 那如果这儿,支付方式呢 是预存款支付 我们点击立即支付 那么界面呢,不会转向第三方支付的界面 它的逻辑呢,应该首先判断一下 预存款是否足够支付订单的金额 那如果够的话呢 直接从预存款里面扣掉 这个3600就可以了 然后提示一下支付成功 那如果说 这个预存款并不够支付订单金额 那应该呢,给用户一个提示 同时呢,有一个链接 提示用户呢,可以先去充值 好,这个逻辑呢 我就不再往下写了 那假如说 我们这里选择的是一个支付宝 好,这里呢 如果我们点击立即支付 那我们应该呢 有一个流程 由于现在用户的支付方式支付宝 支付宝是属于我这个网站提供的 第三方的支付平台 那么当我点击立即支付的时候 肯定需要呢 进入到支付宝的页面 好,这边呢 我没有再往后面处理 我给大家简要的说明一下 这个基本的流程 因为这个支付呢 在我们现在来实现的话呢 肯定是没有办法实现的 因为首先呢 它需要由商家和支付宝 进行一个沟通 然后呢,由支付宝呢 会提供一些数据给商家 用以唯一标识商家 这样在我进行支付的时候呢 这个数据是要带过去的 一般呢叫做K或者叫口令 所以呢 我是没有办法在我这个例子里面呢 进行真正的支付 那现在呢 我来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这个流程 如果说使用支付宝来支付的话呢 一般是这么一个流程 首先呢 在系统内下定单 这个呢 没有问题 我们已经成功了 然后呢 要生成支付宝接口的UIL 那么这个UIL呢 我们就需要知道支付宝 它的一个UIL 以及需要什么样的数据 需要我们创好 那么肯定呢 有一个刚才我提到的 支付宝 提供给我们的一个K 这个可能比较长的一个支付创 然后呢 通过UIL使用支付宝 在付款之后呢 支付宝会将客户的付款完成信息 发送给系统 这个也好理解 因为系统呢 还需要做后续的处理 那么到底是不是已经支付成功 那么支付宝呢 一定需要将一个信息返回来 这样的话呢 系统收到支付宝的信息之后 就确定客户订单以及付款 那如果说付款不成功 当然还会有提示 那假如付款已经成功了 它就会进行发货等后续流程 所以这一个流程呢 实际上并不复杂 之前也有人在实现这个功能的时候呢 觉得很复杂 我应该怎么样去将用户的银行里边的账户的钱呢 转到我们的账号上面 这个觉得好像完全没有办法实现 或者呢 像支付宝里边的一些账户的 这个钱怎么转到我的支付宝账号 其实呢这些功能呢 在我们去实现的时候 并不是自己去实现的 这个呢都由银行或者的支付宝来提供一些 就完也二 也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接口 跟我们开发人员进行调用 你只需要按照它规定好的格式 或者呢一种协议 来进行数据的提交 那么这个转账呢就由第三方 或者呢银行来进行完成 而我们只需要能够提交符合要求的数据 然后呢接收一下相关的支付信息 然后就可以进行后续的处理 好这个流程呢 我就简单的介绍到这里 那么假如说我们的系统能够进行支付的话呢 我们后面的工作呢 可能就是要跟线下结合起来了 因为用户支付之后呢 我就可以在后台看到一些订单 由于有了订单呢 我就可以呢 开始发货了 好 那么下次课呢 我们将进到管理员的界面 来进行订单的查询 好 本次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